欢迎收看111年7月22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先为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为了加速培育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中山大学半导体学院举行盛大的街牌典礼 总统蔡英文和高雄市长陈吉迈都出席共襄盛举 期盼未来有更多年轻人来高雄发展 投入台湾半导体以及重点科技产业的国家队 高雄市长陈吉迈出席新达渔港修造船区 即海洋油气设施民间自提BOT案的签约仪式 这次BOT案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以及加泰游艇公司三方代表 共同完成签约 预计将在五年之内投资二四亿元 打造新达游艇城 中江观平港都七年洗手国立中山大学 举办111年推动高雄市社区媒体素养 以及新媒体发展补助计划 鼓励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影片制作 体现媒体尽用 一共六个发展协会分享彼此有趣多元的短片 为地方营造增添的更多助力 为了加速培育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中山大学半导体学院举行盛大的街牌典礼 总统蔡英文和市长陈其迈等人都出席共襄盛举 陈市长感谢蔡总统支持高雄的产业发展 期盼更多年轻人来高雄 投入台湾半导体及重点科技产业的国家队 高雄市长陈其迈陪同总统蔡英文 以及中山大学校长及企业代表等人 共同拉下红布曼 为中山大学半导体及重点科技研究学院揭牌 陈市长感谢蔡总统的支持 让中山大学联中三元成立三个重要的学院 首先要特别恭喜中山大学联中三元 医学院国际金融学院半导体学院 这个我想是空权绝后 那第二当然要感谢蔡总统 联中三元假如没有蔡总统帮忙 大概很困难 所以要特别感谢蔡总统 蔡总统则表示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总产值高达上兆元 而中山大学锁定半导体封册和电子零组件产业 让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培育工作更加完整 而陈市长则是感谢中央在各项产业中 让高雄站在关键的角色 成为国家队的议员 那么特别有意义的是 跟学校合作的七家企业 都是我们高雄的在地企业 在未来十年将要投入九亿元 跟政府一起努力 共同培育国家重点产业的人才 为了要让高雄更好 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更发展 所以没有我们不能克服的一个困难 所以再一次的要特别感谢蔡总统 定定一个非常明确的 国家战略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跟着蔡总统 那为什么要跟着蔡总统 因为总统的政策在哪里 资源就在哪里 中山半导体学院由学界和产业界 共同拟定三年的课程地图 企业提供一百万元的奖助学金 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加入半导体产业国家队 创造国家产业学校共赢的局面 我们在各行各业的这个翻转 像我们在中钢 在很多永续节能等等的 这些新科技的应用 也发挥了一大代小 让我们的钢铁业 包括套件等等 也都同步的加速进行数位转型 学生毕业后立即加入半导体 封测及电子铃组建国家队 第一期的一个计划 我们将便宜千名科技人才 加入高雄半导体以重点产业的一个推动 中山半导体学院产一加二学年制 由产业和学界共同拟定产业发展所需的 专题报告及研究主题 产学合作共誉 希望大幅降低学用落差的问题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见证 新达渔港修造船区 继海洋修器设施BOT案签约仪式 这一次的BOT案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和加泰游艇公司 三方代表共同完成签约 预计将在五年内投资24亿元 打造新港游体城 全台最大的修造船结合游艇码头BOT案 在21日举行签约仪式 计划将在五年内投资24亿元 完成新建三座秋造船厂厂房 及95席游艇码头 那我会创造有将近34亿的一个产值 那也包括农委会的能力物流中心 那原来在去年的三中心 包括这个新创 人才 跟明年即将完工的离岸工程中心等等 那这个都会进一步的来带动 周遭我们新达港的一个开发 未来BOT案完工后 除了可提供游船便利的修造服务 还将在这里建构南瓜游艇 从制造销售到维修休闲等服务的 完整产业链 制造 生产 维修到整个游艇的验收等等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场地在这里 所以我们苦练多年终于节省连离 我相信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绝对可以百年好的勇与爱和 这次的BOT案为新达游港建构了游艇观光秀器机能 渴望能带动当地观光发展 那更重要的是 那我们在台湾的最重要的离岸相关风电的发展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也会带动我们周遭 包括前定 永安 迷陀等等 周遭的这个就业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地方繁荣 还有我们整体的海洋产业 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投资案在21日签约成功后 将进入开发阶段 未来完工后除了带动产业繁荣及区域发展 也为市民增加了一个假日出游的好去处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 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迎接季情之后的观光商机 从22号起一连四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300多个来自台湾各县市的摊位都来参展 业者看好疫情之后国旅补助商机 纷纷推出住宿和邮城的优惠 抢占国内旅游的市场 主持人在台上卖力带动气氛 一年一度的高雄国际旅展在展览馆盛大开张 只有四天的时间民众都赶紧来抢好康 特别是现在国门还没开放 业者推出各式各样的国内游城 岛内岛外都能很好玩 因为太久都没有出国了 就很想越越欲动的薪水来参考一下 随着疫情的趋缓 国内旅游市场路径昌盛 身为观光产业的一份子 非常感谢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 给予种种的补助方案 有效的协助旅游业 顺利的路过经营难关 现场虽然没有空谈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实际上旅游业者只占了一半 疫情严重影响了业者参展意愿 但仍然有许多国外单位前来涉滩 疫情趋缓紧接着就要迎来振兴 配合交通部观光局的国旅补助 业者祭出醉沙优惠 国旅现在很振兴 这应该是可以让民众 得到一个很好的资讯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产品 过去从109年的安心旅游 到去年的国旅券特色团游 到现在很夯的游游国旅 我想这就是旅游的先进 跟交通部观光局 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新观光不止中央要努力 高雄市政府更是在加码 要抢攻这波国旅商机 中央国旅其实可能是高班 那旅游到旅游到7月15日 这个时候我们州立委局长 又开始来努力 谢谢 这用 没的啦 用缺的 最好用哪的啦 所以我们高雄市推出全国唯一的 配合中央的 周间五到千 周五五到五 旅转现场相当热闹 虽然是平日 但还是涌进了满满人潮 各县市的单位都趁机来行销 顺着国旅补助这波浪潮 带动沉寂已久的观光产业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 部分民众为了让机车的外形和性能更符合个人喜好 会对车辆进行改装 高雄市区监理所林雅监理站统计 今年第二季机车检验十大不合格的项目中 就有将近的半数是改装机车各式灯光 经理站提醒民众 擅自改装车灯不但触法更会吃上罚单 高雄林雅监理站统计 今年第二季机车检验十大不合格项目 前三名都被改装车灯包办 占不合格项目比率48.7% 将近一半 主要不合格的因素 其实来自于说灯色不符 或者是形式的不符 尤其以头灯的部分 主要现阶段还是分布在所谓的 专动鲁素灯包 变更为所谓的LED灯具 又或者说灯色的部分 以符合灯色大概是橙黄色区多 那现阶段 以年轻人的喜好上 他们倾向变更成白色或者蓝色 部分民众为了让爱车看起来更加酷炫 会想要对车灯进行改装 但却忽略了这样的行为 会对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造成危害 以交通法规来说 我们已经定义灯色的必须性 那么如果以灯色 以头灯来说好了 如果变更头灯 最容易造成所谓灯色的炫光 会影响对方 拥入人的视觉上的差异性 那直觉的就会影响到行车上的安全 擅自改装车灯不但影响安全 还会触法 让荷包施血提醒民众 切勿以申示法 唐诺车辆有不合格改装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违反 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16条 以及第18条的部分 那罚金动辄都是900块以上 那特别针对头灯的改装 如果一样是不合格判定的话 基本上他除了会判罚金 甚至如果一旦都是检验不合格 最后可能会被吊扣牌照 甚至是直接吊销号牌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民众还是要多加留意 机车车况不要违法改装 才能保障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导 中江欢平港都庆联 攜首国立中山大学 举办111年 推动高雄市社区媒体素养 和新媒体发展补助计划 鼓励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影片的制作投稿 体现媒体禁用权 一共有6个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成果发表会 分享彼此有趣多元的短片 为地方营造以及创生 增添新助力 不论是在端午节社区协会的志工们 亲手制作美味的粽子 或是举办一整按摩活动 趁机放松一下筋骨 还有怀旧碰堂的DIY直播教学 每个社区发展协会 都用影像记录多元的活动内容 骄傲地呈现在成果发表会上 透过影片的记录呢 把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 精彩的事情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最难得 而且最值得肯定的 应该就是有钢锦 那个投入的那种情感 而且可以感觉得出来 每一支作品 其实都是很喜悦的在拍摄 六个社区发展协会 展现出六种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由中佳宽萍 港都庆联 与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共同推动的社区媒体素养 以及新媒体发展计划 分别邀请社区组织和学生参与 透过影像的记录 呈现社区营造和地方创生的精彩过程 更重要的也让各个协会 学习影像制作与行销 进而推广媒体试读 以及媒体禁用 那我们透过这个计划呢 培训社区 好好的来记录他们社区的影像 社区的活动社区的一个故事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促成 社区彼此之间的一个交流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种 培力的一个计划 能够延伸到做社区的一个营造点上面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高龄者长辈 那利用这样的一个媒体 让他们也学习更多 而且也可以跟他们的这个子女 有更多互动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尝试 其中最让人感动的部分 还有少数的高龄长辈 在影片拍摄完后安享天年 留给大家最难忘的回忆 当我们把这个影片拍摄完以后 他们也就离开了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非常感恩就是 有让我们这个机会 把这些人的影像 留在我们的影像记录当中 六个社区发展协会 一共制作21部精彩的影音短片 内容相当丰富有趣 相关的作品从8月起 也会陆续安排在高雄市的公用频道 CH3播出 让大家都能欣赏到高雄每个社区的特色与活力 记者曾康佩 邱玉婷 高雄报导 由中江宽平港都庆联和中山大学公事所推动的 高雄市社区媒体素养和新媒体发展补助计划 一共有六个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培育社区内的媒体试读能力 也制作出相当具有在地特色的影片 除了记录社区的点点滴滴 也展现出每个社区和社区长辈们的独特魅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社区大小市 以主播的模式带领大家探访 陆中庙社区的在地店家 以及超有特色的时光咖啡屋 主席陆中庙社区要通过影片 深度探访这个温暖有趣的大家庭 还进一步与潮流同步开启了直播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社区直播快闪活动 因为直播你如果不会行销 可能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在播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 我们后来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每一个直播我们都跟店家来做一些行销的活动 同样参与中佳宽平港督庆联和中山大学 共同推动的高雄市社区媒体素养 以及新媒体发展补助计划 还有五个发展协会 也都卯足全力用影片来证明 自己是高雄市最优秀的社区团队 前政河两岸有很多桃花新木 桃花新木质地很坚硬 青帮社区介绍前政河两岸的桃花新木 是当地的特色植物 还以此做了许多的手工装饰品 完全展现在地的特色 同时也藉由这个活动 让社区长辈们拍影片拍出了兴趣 来自大辽区的西辽社区发展协会 则是用影片介绍自己的社区活动主碰堂 光看就能感受到课堂上的热闹程度 还有教导长辈们制作铁铝罐灯笼 长辈们认真的神情加上有趣的音乐 让人看了不禁嘴角上扬 接下来是来自全台最大的礼服山里的 新福山社区发展协会 用影片来介绍社区的活动 还有周仔师弟以及旧城文化的导览 不过当初教长辈拍片可是一波三折 因为许多长辈根本不会用智慧型手机 当我们在跟长辈推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说很多的长辈 其实他拿的手机其实是贝壳机 是一般的手机 我们就很傻眼 所以他连数位的手机完全是没有使用过的 但很好我们在经过这一段时间 跟他们沟通跟家人沟通之后 他们开始使用的数位手机 凤山的新海光社区发展协会 则是将社区从早到晚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透过影片可以看到每位成员的活泼娱乐情 谢谢宗教青年集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社区 从早到晚的社区活动都做了整理 尤其在这个活动当中 许多长辈在学习参与 并且透过自己的手机 记录自己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 最后以送餐服务文明的正阳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影片展现社区成员的厨艺 还种出了一大片专属于自己的有机农田 其他的才艺更不用多说 说实在的社区二十多年了 都没有把它存档下来 这一两年有这个机会把我们社区的种种活动 这个录影下来 六个社区发展协会 制作出各有不同特色的影片内容 从中都可以看到大家为了社区付出的努力 中家宽平港都青年和中山大学公事所 更希望藉由这样的推广计划 将来可以让更多的社区 拥有制作影片的能力 来行销自己的社区特色 同时也对媒体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记者中央佩邱玉婷高雄报道 在岗山落难的蔡兰小鹰 经过青鸟喂食呵护之下 明显成长 翅膀上已经长出飞鱼 不久就能够展翅高飞飞离鸟巢 高雄鸟会在取得中央机关许可之后 对蔡兰小鹰进行细放 将色环细在脚上 以便后续观察奉同苍鹰族群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况 在蔡兰鸟巢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两只蔡兰小鹰在鸟爸妈喂食和客户之下 紧密大几寸 如今已经长出飞鱼 还能够稳定地站在蔡兰的边缘 在鸟爸妈加强训练之下 蔡兰小鹰展翅高飞的时间即将到来 因为其实他现在在离草之前 他要先有站立的一个能力 然后平衡感 然后排斥的那个技巧 那最后他可以自己吃 自己撕裂食物 那这些 这些功课他都做完之后 应该就有机会成功离开 前天 那个爸爸就丢一个食物 丢一个便当进去 草内 那个两只宝宝看到傻眼 因为他不会吃 他不会自己撕 对有这个现象 那最后还是一样 就是就是妈妈还是靠近 还是一块一块撕给他们吃 为了日后遇到蔡兰小鹰时 能够有个相认的识别物 高雄市野鸟学会和农业局 已经为蔡兰小鹰细上搅环 并且经由细环的过程中 确认两只小鹰都是小女生 生长状况良好 显露出鸟爸妈 对这对姐妹花的疼爱 他罗南之后 要成功离草的时候 希望可以就是 针对他 然后做一个搅环 那之后发现他的时候 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 比如说在小港发现 那可以知道 这个是当初就是 休素落难的菜兰宝宝 那从岗山飞过去那边 那晚上西方的时候 就是有 就是专家认为说 两只可能是母鸟 对它的体型跟结构上 看起来可能是母鸟 外形上初步判断是这样子 凤头苍蝇一家四口 在岗山一处古迹附近的一棵 大树竹槽生活 受到休素和噪音的干扰 经过高雄鸟会大声呼吁 重视保育类动物的生存权之后 才勉强居住在菜兰鸟巢里 完成育除工作 是一场生动难得的生命教育 这一次因为休素 然后凤头苍蝇保育类的 这个两只雏鸟 然后它就是掉下来 然后我们又就是希望 有青鸟照顾又把它送回去 那送回去之后 如果它可以 过几天之后 顺利离开的话 成功离草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 在做一个典范 那我们希望高雄这边的 休素的一个工程 可以更注重野生鸟类 它繁殖或者是它生存的一个存在 如今看到这一对菜兰小鹰姐妹花 日渐成长茁壮 鸟爸妈也即将完成 育除的重要阶段 证明人类和野生动物 可以互不干扰和平共存 高雄能够创造出更多 友善生物多样性的生活环境 记者郑光佩 赖昌邦 高雄报导 暑假旅游旺季加上疫情趋缓 国旅补助已经在7月15号上路 住宿最多可以折扣1300元 搭配高雄市政府推出的加码补助方案 等于补助金额最高可以达1500元 吸引许多民众趁此机会 带着自家的毛小孩出门透透气 让宠物友善旅社能够出房率激增 毛小孩在泳池内奋力挥动四肢模样超疗域 暑假来临温度飙升 民众赶紧带着自家毛小孩出来度假避暑 也让宠物友善旅馆订房量跟着激增 除了疫情之前前阵子疫情大家闷坏之外 我觉得暑假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就是暑假期间其实除了毛孩家长之外 有的也是爸妈会带着小孩一同来我们这边入住 过去疫情高原期曾严重冲击旅宿业 但现在随着南部疫情趋缓 加上民众逐渐习惯与疫情共存 让业者终于能够喘口气 有就是当然这个月应该说七八月的住房状况 目前都还是蛮火热的 但也是希望这波可以延续下去啦 就是到甚至到年底或者是持续稳定这样子 魏正新受疫情重创的观光产业 在中央推出国旅补助后高雄也加码推出游回方案 吸引许多民众趁着这个时机点来高雄旅游 对有搭国旅补助然后带他来 然后又再加高雄的补助这样折了一千五 从七月十五国旅补助推出之后 然后加上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推出 周间补签然后周五补 那我们这两周其实订房率 平日的订房率大概增加了三成左右 新冠疫情高峰期许多民众不敢出门 连带毛小孩也被跟着关在家 现在随着疫情降温 民众终于能带着家中宠物出来透透气 也让沉寂已久的国旅慢慢回温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 南子区汇丰里嘉昌路十八项有一处空地 是周遭民众习惯停放车辆的区域 但是因为没有规划隔线 常常停放混乱造成堵塞的情形 为了解决问题 里长张艺林争取在此建设停车场 也为里面争取到专属的优惠 位于南子区的汇丰里 让停车场里面方便使用 让里面有规划的停车场 而在里长张艺林与民一代表的极力争取下 位于嘉昌路十八项的平面停车场 已经于六月开放使用 期望缓解周边停车需求 而张艺林也替当地里面争取了专属优惠 厂商他每个月的固定收费 就是一部车 就是每个月要一千两百块的收费 但因为我吉利跟 那我们交通局长 还有交通局的相关单位的人员 来跟厂商协商 厂商已经答应给我们 每个月一千块 只要是我们费用里的里面 虽然有了空间充足的停车场 但里长也指出 仍有许多车辆选择停放在空地 长期占据空间 因此一直有在里内规划停车格 也希望民众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长期不使用的车子也摆放在这边 造成里面的停车非常的乱象 所以说我们就是规划这个停车场 有使用者互惠的心态 让里面有一个回来回家 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停车空间 除了目前开放的停车场 里长也表示未来规划扩大范围 以及在一旁增设机车停车格 让民众更加便利 不再受停车困难所苦 记者邱玉婷 杨家伟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市各个路口的交通耗制控制器 正在逐渐换上全新的外观 从原本不起眼的深绿色 换成鲜明的交通宣导文宣 可爱的图案以及标语 吸引机车情势在停等红灯时的目光 同时达到升值交安观念的目的 作为高雄主要干道的中正路上 汽车与机车传流不息 而一名机车骑士在等红灯时 被一旁一个奇特的物品吸引了目光 这是交通局为了宣传交通安全的观念 帮灯号控制器穿上的新衣服 鲜明的颜色与有趣的标语 让民众停等红灯的同时就能一眼看到 那我们有放了四个主题在路口的控制器上面 那包含就是说到路口要减速 那里浪新冷 那不要酒驾等等的部分 那当初考量其实也是说 因为耗制器在路口算是一个比较显目的地方 除了中正路高雄许多道路的灯号控制器 也都换上了文宣做的新衣服 例如同样车流量相当大的民族路与民城路交叉口 但交通局的宣传方式可不止这一种 一抬头更能看到显眼的LED标志 不断变化的警语会根据区域出现变化 我们会先去分析 那个设置地点它可能常发生的事故形态 比如说它有一些侧状 那分析可能就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会打放向灯 所以我们会在LED的面板上面的内容 就是会提醒大家变换车道的时候 请打方向灯等等的之类的宣导内容 控制器上贴文宣与LED标志 高雄市交通局无所不用其极的 吸引民众目光以强化交安观念 交通工程局科长温泽青也表示 未来会依据需求继续发挥创意 大概是这个主题 那未来也有可能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 会依据实际的需求去调整那个宣导的内容 这个宣导就是说我们是不断提醒 因为就如同前面所说过的 他这个希望让大家是落实在大家的生活 驾驶习惯里面 繁忙的交通加上各种进行中的工程 交通安全的宣导没有止境 除了标语提醒也需要有更多的行动 让正确的观念落实到每一个民众心中 记者邱玉婷 杨家伟高雄采访报道 汽车转弯时常会和执行的机车发生测状 是高雄交通事故中占据最多比例的一种形态 为了改善状况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就建议 转弯车除了至少要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 还有警惕关门的小窍门 就是如果我们机车就是都在汽车的后面 那他如果我觉得比较严重问题是打方向灯的问题 那如果早一点在那边打的话比较好 可是这边的车子基本上都是已经到那边了 然后才会打 我觉得这样对机车来说是蛮危险的 车随马龙的大马路上汽车与机车并排前进 车辆如果想要右转可要再更谨慎了 因为目前高雄的交通事故发生形态中 就与车撞高局第一 骑车的民众也很有感 对此交通大队就对驾驶们 提出转弯既得关好门的使用建议 往前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再右转 那没留有空气就是把门关起来 那你留有空气就是没有把门关好 这是一个名词 但是有些驾驶朋友会 似乎就是他没有靠近路远 就往前行驶 造成没有关门 汽车在转弯时没有提前打方向灯 加上突然横切 经过的机车骑士直接遭到撞飞 这样的车祸层出不穷 因此除了既得关门 交通大队也希望驾驶至少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 一定要打方向灯 那没有打方向灯 当然是有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处合条例的规则 我会受到处分 这个部分是可以检举的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动态的 最后交通大队也呼吁 如果车辆已经把门关起来 机车骑士就不要再硬钻了 发生类似事故 警方将会依据现场状况判断责任归属 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 东方古老的传说结合元宇宙 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呢 一手大学和科技公司合作 将山海经的故事融入新的技术中 透过VR AR还有游戏的呈现模式 让虚拟的山海经神兽出现在眼前 沉浸在现实中难以重现的场景 元宇宙是近年来 具有话题性的新科技媒体 民众可以透过VR AR等方式 认识媒体试读 一手大学与山海经元宇宙科技公司 攜手打造山海经主题的元宇宙世界 体验东方古老传说 我们选择用元宇宙的模式来做呈现 那我们将以宣扬文化的内涵作为一个起点 来结合现代科技的产业 创造人类更为辩解的数位生活空间 能够为生活带来更多的美感跟惊奇 在学生创造的VR游戏中 结合山海经的题材 与现代动作冒险游戏 还原大鱼治水经典故事 与虚拟的山海经神兽 人物等互动 沉浸在现实中难以重现的场景 VR游戏它的一个优点就是 你会有沉浸感 有沉浸感以后 紧接着你人会整个会埋下去 你越玩就越想玩 所以整个的一个VR游戏来讲的话 就会演变成什么 它所有很多一些虚拟的世界 就你不像在玩的时候 你就融入一体 裡面的大鱼治水这个桥段 然后做我们故事的背景 希望能够勾起他们 对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神话一些兴趣 也能用VR来观赏水墨工笔画 艺术家魏他老师 笔下的山海经画作 藉由过真实镜、虚拟实镜等技术 在疫情影响下 元宇宙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 在虚拟的世界中经历古代文明 深刻的感受远古时空背景下的山海经故事 那我们透过元宇宙的方式 把整个画作搬到虚拟的场域裡面 那透过虚拟的方式 把这个画作介绍给我们现在的一般民众 那他们就更了解 我们现在目前山海经裡面的一些艺术跟内容 因为在《上午神话》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透过以公司的形态 那他把这样的故事情节 包含在这个元宇宙的这个元素裡面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航拟合作 把元宇宙跟山海经把它结合在一起 參與宇宙的世界裡 可以不受时空、距离影响 不论是举办展览还是游戏互动 都能以VR的方式来呈现 透过相关的技术 民众可以认识新的媒体传播方式 达到辨识媒体内容的效果 以培养媒体试读的能力 记者洪明奇、王玉祥 高雄采访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最及时的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 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长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